坊间常常说可持续性的重要 大家有没有认真反思过生活中 一个很微不足度的习惯 其实对地球都可以带来重大的影响 Nespresso今次和食食堂的合作 正正希望向大众传达 循环回收再生资源的概念 食食堂回收仍可安全食用的剩余食物 去烹调营养均衡的腺食比有需要社群 同样地Nespresso会回收 收使用过的Capsules 铝制的爱壳在溶化后可造成再生铝 而入面的咖啡渣就会送到本地农场 再生成为天然肥料 两个机构都有同一个信念 就是将大众很多时候忽略了 以为无用的材料赋予生生命 大家简单踏出一小步 就已经可以令资源重生 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甚至改善环境 由现在到9月30号 回收到的Capsule 都可以转化为食食堂的膳食 每日一杯香濃的咖啡 不单只是个人享受 还可以培养回收的良好习惯 为慈善出一分力 支持社会 守护环境 我们一起座言起行